诗篇第九诗篇找到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一期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教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我们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 我们手中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阿们 我们低头再次祷告 慈悲天父恳求主恩待连缅 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愿你的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 求圣灵赐下光照 在每一个听到的心灵 不单除去我们听到的拦阻 也给我们愿意听到受教的心 也在我们心灵里面做开垦的工作 使我们的心灵成为好土 能够使主的道 借着信被我们接受和顺从的时候 结出百倍 六十倍三十倍的此力来 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 愿主亲自祝福 以下的时间完全焦脱遥望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从诗篇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 是诗篇的第四卷 第四部分 那么开始了新的篇章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这个副题目为诗人摩西的祈祷 然后这篇诗篇的具体的历史背景 我们并不十分明了 不晓得他具体做的年代 那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副标题 诗人摩西的祈祷是可信的 有的人说是不可信 不管怎么样 如果按照摩西所写的话 就是摩西那个年代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大体上分这样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出现这种平行对峙的结构 第一部分是一节到二节 然后和十七节对应 是强调主是神 然后第二部分 三节到六节和十三节到十六节 形成这样的对称 前半部分是强调 神在人身上的主权 然后下半部分就谈到了 祂祈求神的怜悯 然后中间的这个部分 七节到十节和十一节到十二节 就谈到了分别谈到了神的怒气 以及人对这个怒气的回应 但是从大体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诗篇可以成为一个哀歌的题材 因为里面提到了类似好像遭遇到某种神的这个责法 神的怒气等等忏悔的部分 然后也祈求神的怜悯等等 最后是祈愿的那种方式 所以这里面包含了祈祷 包括了这个悔改 包括了这个哀叹等等 那么我们首先从第一部分来看 一节到二节 诸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诸山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未曾造成 从亘古直到永远你是神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谈到了一个主题 你是神 主你是神 这个阿多奈就是神 至高的神 创造的神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谈到了神的这个永恒性 诸山地与世界未曾生出 未曾造成之前 你从亘古从永远到永远就是神 这就也虽然从进一步推测 可以说 这就打破了所有异教的那种神明的观念 我们所信的神 不是等同于被造界的神 我们不是把被造界 被造物当作神 我们所信的神 也不是这个在被造物里面 和被造物浑然一体的 被造物和神之间 没有明确的界限的这种神 我们所信的神是 在被造物出现之前 他永远到永远就是神 那这位神呢 前面说到 你世世代代 也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概念 这个诗篇里面提到了 很多重要的时间的概念 我们待会会做解释 那在这里面就谈到了居所 居所其实就是相当于保障 神啊 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保障 你看顾保护我们 万有一切未造成未出现之前 你从亘古到永远就是神 来称颂祂是主 是神的这样的内容啊 那这样的神呢 他不是自然神论的那个神 好像创造以后就坐在那里 旁观宇宙世界 不介入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所有运作 都跟神没有关系 不是这样的 从三节到六节就开始说到 神在人身上的主权 说三节说到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千年如一日 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耿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睡一觉早晨如何等等 这里面出现了你使人 你叫他们 那在这里面就强调了神的主权 然后也谈到了 人所遭遇的是出于谁 神使人 神使人 那这里面出现了什么呢 归于尘土 我们知道人被造的时候 神造亚当的时候 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然后将生命赐给人 人就成了有灵的活魂 活着的人 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 神对他宣告说 你既出于尘土 仍要归于尘土 那这个归于尘土呢 不是神原初创造的时候 必然的事件 而是偶然的事件 为什么 人犯罪的缘故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死亡是神对人 悖逆和罪的一种审判的结果 所以在这里面暗示说到 人的堕落 人的败坏 你使人归于尘土 就是你因着刑罚人的罪 人必死无遗 所以你们世人要回归 就像《创世纪》里面所说的 三章里面所说的 你本属于尘土 仍要归约 然后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如长 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 晚线 这里面就谈到了 同样相当于 跟死没有差别的 这样的形容 但是这个形容是说到 人生命的离世 人一生的短暂 如水冲去 你让他们的生命 本来是可以 顺从神永远活在神的面前的 但是他们因着堕落 他们的人生如同大水迅速 洪水一样冲过去了 大家都知道 这个雷震雨 下的雨点很大 降雨量 瞬间降雨量很大 但瞬间过去 地上就涌出 这个急流的积水 在山里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汇到这种暴雨 降下来的雨量 汇集在小溪里 小溪汇到江河里面 形成这种大的洪水 速度很快 褪去的也很快 这里面形容人的 人生的这种短暂 如睡一觉 就一觉醒来 一觉这个很短暂的 早晨 他们如同生长的草 然后早晨发芽 晚上就割下 为什么呢 巴勒斯坦地区 是比较特殊的这样的气候 有些植被呢 早晨发芽 白天太热 爆热 燥热 结果就枯干这样的情况 晚上枯干就变成干草了 所以来形容人犯罪之后 人生命在神的咒诅当中 神公义的审判 当中 人生命的这种短暂 然后第三部分 七节到十节 就谈到了神的怒气 前面说到了 人生短暂这种虚妄的现象 那后面就谈到了 上帝 这种人生短暂 虚妄 短暂的这种现象的原因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失 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 然后说到 我们经过 我们度尽 我们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 震怒 然后 我们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 很短暂 我们一生之日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可活八十岁 但其中所精化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便如飞而去 这里面就解释了 我们人生如此短暂 如此 没有价值 是因为上帝的愤怒的缘故 上帝的愤怒 上帝为什么向我们发怒呢 乃是因为我们的罪孽 我们不仅是因为我们罪孽 还是因为我们的隐恶 我们别人不知道的 我们自己知道的 神知道的那种恶 我们的罪孽 我们的隐恶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观中 因此他向我们发怒 我们的日子 也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年岁 就变得如此短暂 其他的诗篇也说到 我们反有血气的 尽都如草 草必枯干 花必凋谢 也是这个道理 人生本来不是虚妄的 人生本来不是这样短暂的 但是因为人背离神 背叛神 人生就变得短暂 那人生是什么 有人形容 人生只不过是时间的延长线 在这个延长线里面 充满了各样的剧情和片段 但是这样只不过是说到了 我们从一点 从出生到死亡 这个划过时空一样 就像我们经过的日子 我们度尽的年岁 所描述一样 但是人生不仅是 诸多的时间点的串联 人生更重要的 还有就是 我们人生里面 在所有的活动当中 还要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不只是 随着钟表的推移 我们不得不去面对 每一天要面对的生活 还有就是 人一定要寻求造物主 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 上帝让我们出生 在这个世上不是偶然 上帝让我们出生 在这个世上 不只是要多一点 消耗地球的能源 并不是让我们 多占一个空间 多排养 排出一些二氧化碳而已 上帝分明造我们 在这个世上 有他创造我们 赋予我们 在这个世上存在的意义 不管信的人 不信的人都是如此 但是信的人 与上帝和好 明白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和我们生命的根基 因此我们应该也要思考 我们人生的意义 在这里面谈到了 人生的苦和短 我们所惊夸的 前面说到什么尘土 睡一觉 早晨 瞬间枯干等等 叹息 都形容人生的短 那后面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仇犯 转眼成功 我们便如说到的是 既不但如此 不但我们的人生是短的 而且我们的人生 还是愁苦的 充分地显明了 说明了我们人生的 这种所谓的 这种悲惨 悲惨 离弃神 在神的震怒下的悲惨 所有悲惨的原因 都是因为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离弃神 因为我们远离神 因为我们成为 他愤怒的对象 所以我们人生 时间本身就变得 没有意义了 时间本身就变成 咒诅的对象 我们在时间里面 充满的所有的言行 生活就变成虚空的了 像枯草一样 像转眼飞去的 这样流逝 虽然短暂 更重要的是 这个短暂的人生 是虚空的 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价值的 被神咒诅的 不能成为神祝福的 这是人最大的悲惨 人的悲惨 不是拥有多少物质 和财富的问题 人的悲惨 不是我们活多长 多久的问题 人的悲惨 最根本的是 我们在上帝 所赐过我们的日子里面 我们过着一种 虚妄的生活 被神咒诅的生活 第四部分 十一节到十二节 这里面 诗人摩西对神的怒气 做出了适当的回应 谁晓得你的怒气的权势呢 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这就提出了一个质疑 人遭遇这样的痛苦 人遭遇神这样的审判和愤怒 但是人们却不晓得 神的威严 敬畏和权势 不敬畏他 不认识他 不敬畏他 即不敬畏他 所以诗人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请求 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到智慧 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 也是核心的内容 这样虚空的人生 这样悲惨的人生 原因是什么 主啊 我的存在不只是为了吃饭而吃饭 为了吃得更好而劳作工作 为了穿更好的衣服 买更好的包 住更好的房子 坐更好的车子 等等 看更好的美景 纵然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于这些 如果在于这些的话 我们跟看到电视里面所播放的动物世界有什么区别的 那些动物 他们去猎捕其他生物 积攒食物 蚂蚁也会搬一些什么 粪便一些尸体到自己的洞里面 鸟也会 松鼠也会攒一些食物等等 存储 熊也会 所有的生物都这样 那我们人高级高级在哪里呢 特别特别在哪里呢 人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式所造的 按着神的形象式所造的灵魂 人是顶天而且立地 站在地上接地气 活在地上尽各样的本分 顶天是因为人可以思想天上的事情 人可以举步望天 我们并不像国内某些虚妄的 无产主义 共产主义者 说一些虚空的话 虽然有一些异乡情愿的基督徒 喜欢采测 但是我们不必采测 在那种组织里面 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 虽然他发出了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 发出了什么仰望星空 让我们产生敬畏 但是这种敬畏是一种虚妄的 自欺欺人的 一个自己相信没有神的 看着一个空洞的宇宙 有什么可敬畏的 一个人定圣天 竟然要支配自然 控制自然的人 望着星空有什么可敬畏的 有什么可敬畏的 他们自己的精神里面 已经产生了这种矛盾 非常可笑的矛盾 一方面说 我们可以支配自然 那就是人就在自然之上 自然只是为人效力的一种存在 自然没有人格 所以你没有必要去敬畏他 愚昧的人 按照进化论唯物主义的理论是 愚昧的人才敬畏雷电 敬畏自然 所以崇拜自然 仰望星空产生敬畏 这是宗教人士 所要发出的感叹 对不对 这些人 他思想里面碎片 就从别人的作品里 偷到来一些来东西 好像灵魂很深邃 陷在自己的思想矛盾里面 很多人就活在这样虚空当中 活着虚空的人生 不是因为时间本身 不是因为穿越这个时间的诸多的事件 而是因为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不懂得敬畏神 没有照着他该受的敬畏 去晓得他的愤怒 去敬畏他 所以诗人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我们犯罪得罪了你 我们因着受你的助主刑法 我们没有照着你该受的敬畏 即便是你这样刑罚我们 我们人生都是充满了虚空和虚妄 但是我们还没有敬畏你 可见我们的背腻和顽梗 主啊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数算的日子就是思想 默念我们的人生 当我们发现我们人生 充满了愁苦和短暂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思考 更深层的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活着 从而获得智慧的信号 比起那些闷着头 稀里糊涂的 盲目的去繁忙的人 停下来 思想自己生活的价值和意义 更重要啊 现代人常常 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一种文化 你最近做什么呢 闲着没事 大家就觉得你混得不好啊 没事干 闲着 然后你干什么呢 最近最近忙什么的挺忙的 忙这个忙那个 管他忙赚不赚钱 管他忙有没有意义 但是忙就比闲着好哈 人的那种想法就是充满一些虚空的忙碌 也比闲着好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人更重要的是 特别是上帝给我们 设立安息日 主日的这样的时间 六日劳作 其中一日 虽然创造里面是第七日休息 我们心缘里面是主日 七日的第一日 或者说任何一天都应该安静下来 休息一切劳苦 不单是身体休息 身体休息的时间 不是给我们去逛商场 逛超市的时间 当然现代生活是因为 有些特殊情况 有些人平时工作 只能周日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 这个我们也不能定这样的人罪 但是什么意思呢 所有的繁忙的时间 留下来一天时间 让我们身体休息 一方面是让我们的身体得到恢复 另一方面 这个身体得到恢复 不是让我们这个盲目的娱乐 充满一些虚空的时间 而是静下来思想礼拜神的时间 所以灵魂在思想 我为什么活着 暮想神的话 灵魂得到滋养 人的灵魂和身体 都回归到神的面前 得祥神恩典的滋润 这样人才能够健康 在心理上 在生理上 在灵性上才会健康 现在人为什么有些精神疾病 身体出问题 不遵照神的秩序 那甚至有些基督徒也一样 不晓得主日的原理 这个逮了机会了 这个点个锚来教会 点个锚 就回家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要留意 我们应该花时间在神的面前 去思想 默念自己的人生 特别是我们今天年轻的弟兄姐妹 退休在家也一样 中年人一样 我们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要思想 我为什么活着 我活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什么是让我活着有价值的事情 是像不信的人 人家就总之让自己忙起来 管他有没有意义 有没有利益 充满这样虚空的时间 就度完一生 将来面对审判的主的时候 你所夸耀的就是你一生很忙 然后你为什么忙 你就茫然的眼神看着上帝 不知所措 不要那样 趁着还活着 有气息精神还正常的时候 思想 这个思想不是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 在神的面光当中默想 透过神的话来光照对比 因为离开神的话 人所有思考都是虚妄的 都是胡思乱想的 所以一定要以神的话语 按照造主的思考 按照造主的思想去理解 去看待 去思考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人生 这样就能活着智慧 就晓得我应该 什么是我人生的优先次序 什么是我应该至终追求的更大的 最大的价值和目的 这个时间很重要 所以每一次礼拜的时间 都是让神的话提醒我们 把心思焦点重新拨正 回到造主的面前 让我们知道 虽然我们在地上蒙召的呼召不同 但是大家有个共同的呼召 就是我们存在本身的一个呼召 就是活在神的面前 为着神而活 按着祂的职业而活 爱祂尽心尽力地侍奉祂 这是所有祂所造的人都应该活的 但是唯有基督徒才能明白 也有能力这样活 但是很多基督徒却在这个方面 白占地土 忽略了自己 真正上帝造我们 救赎我们的 要在我们身上恢复的 那个创造时的目的 就是为了祂而活 保罗说到 无论你们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活 那这个说法 不是心悦凭空捏造出来的 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里面 也提到了我们身子是基督的宝血所买来 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 那这个原理也是根据旧约先知 以色亚书里面说到 这称问我们一下的百姓 是为了我自己荣耀所造的 为了宣扬我的荣耀 那这一点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 上帝按着祂荣耀的形象造了我们 然后赐给我命令 让我们按着祂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活出一个 以上帝为中心 完成上帝给我们托付的 那个在地上代理权的这样的责任 尽上先知祭祀君王的责任 这样去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价值 我们存在本身才实践我们真正的意义 我们才在上帝面前 有真正的成就和幸福 但是因着亚当在上帝之外寻求意义 在上帝之外寻求价值 在上帝之外 按着自己所喜悦的定的法则 去生活的时候 他就脱离了神的所制定的 那个目标和轨道 就陷在罪里面成为被咒诅的对象 我们都是成为他的后裔 那基督来 他为我们展现了一种 完全以上帝为中心 父啊 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 你要照你的意思 从他的开始到他的结束 都是以顺从神为中心 所以他受苦 为我们受苦 受到最卑微的苦 降到最卑微 遭到最大的弃绝和痛苦 神将他升为至高 最顺从到最彻底 上帝让他得到最大的荣耀 这就给我们看到了一个 基督徒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和目的 从创造 堕落 以及救赎的恢复 然后我们今天如何 调整我们的价值 次序 优先次序 调整我们人生方向 为着神而活 大家各自的专业虽然不同 将来进入社会里面 可能不同的领域 干着不同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有个共同的责任 荣耀 护照 就是侍奉神 在你的岗位上 在你的生活当中 尊神伟大 敬拜神 按着他的话 去生活 你们蒙昭 不是在这个地上 作为黑猫白猫 不择手段 去赚取更多的利益 虽然我们要努力工作 创造价值 但是我们最终的人生 就是这样 因为亚当的堕落 使我们人生 就是短暂的 但是短暂的人生 如何去活出 真正的价值呢 这就是今天本文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求主给我这样的智慧 让我数算自己的人生 这么短暂 虚妄的人生当中 二十年稀里糊涂 不懂事 然后又花十年 去读书装备 创业等等 等我们差不多了 又不如婚姻 生孩子等等 其实我们人生 都像一个小驴一样 驴子一样 被刷在墨上 不知不觉的 去尽人 作为人 不得不面对 不同阶段 当今的本分 幼儿园的时候 要上幼儿园 然后又被送到 各种学院 父母安排的学习班 然后小学 初中高中 面对考试 又准备考大学 大家又留学来到韩国 然后拼命的 应付各种科目 你发现我们没有时间 去思考 我到底为什么 要这样活着 我们不需要落到 那种虚无主义的里面 但是我们却不能像 蒙着双眼的驴子 只是拼命地 迈着自己的小腿 推着自己当下 要推的磨 固然尽本分很重要 比躺平要强 但是不思考 我到底为什么活着 那么我们将 可能虚度我们的一生 最终在我们的 那个墓碑上 在那个石碑上 当然如果有一天 我们有土葬的权利的话 那个碑上要写上 怎样的评价 来评价我们的人生呢 更可怕的是 我们离开这个世上 来到造物主面前 来到我们的救赎主面前 如果我们能去天堂的话 来到最终的审判的面前 我们如何向上帝 给我们人生时间的 那位上帝交账呢 我给你的时间 你到底怎么样去花了 你到底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 投资花在多么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们透过耶稣所讲的 那个末世 他临终前所讲的那些 马太福音23 24章 25章 谈到24章结束到25章 谈到那些什么 按财干受托 忠心的仆人 那种主人回来之前 新郎回来之前 那种要向主人交代 那些比喻 不是只是来骂犹太人的 那是告诉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 有一天我们的所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才干 光阴 生命 健康 智慧 能力 青春 都要向神交代的 我们用了这些青春都做什么 这个很重要 所以摩西 他说了一个一般性的岁数 虽然摩西自己本人就活到120岁 那他说70岁 那不是说谎吗 80岁说谎吗 这是一般性的概念 一般性的概念 按照今天来说 也是非常一般性的 平均来说的 一般年龄 有的人婴孩说就死了 有的人活100多岁 摩西部120 一般性的 那在这样的短暂的人生当中 我们该如何去过呢 我们需要数算 在神的面前来寻求 默想我该如何过我们的人生 这种智慧是来自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道里面告诉我们人生的哲学 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意义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就是知识 真知识 真智慧的开端 离开神的所有的矛算 离开神的所有打算 顶多像这个动物世界的大马猴子 用这个树枝子准备着 怎么去垫上石头 准备去构树上的这个香蕉一样 他们的矛算顶多是如此 这种智慧不过是为了一根香蕉 这种矛算赚得的结果 顶不多是填饱自己肚子的一根香蕉 那个成就的价值 不过是一根香蕉 满足一时的肚腐 那你说可能什么事业都差不多 离开上帝的日光之下都是虚空 为什么 不敬畏神的日光之下的生活 日光之下的 所有不敬畏神的生活 都是虚空的虚空 人就像草 他的成就也像草上的花 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讲到这么多 类似于令我们悲观厌世的 为什么 不是让我们消极厌世 而是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智慧 我们为什么活着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要思想 趁着现在还要思想 然后第五部分 十三节到十六节 他就开始祈求神的怜悯 耶和华 我们要到几时呢 这是一种绝望的叹息 我们活在罪孽当中 我们因着我们的罪 遭神的刑罚 我们的人生就像叹息 就像黑夜 就像睡觉一样 就像夜更里的一更 一更就四个小时 这么短暂 神啊 这都是你的愤怒 主啊 求你教导我们智慧 如何思想自己 数算自己的人生 来思考自己的人生 我很高兴 总比他们天天愁得 没有工作干 我看着也痛苦啊 但是看着他们 那种不敬畏神 只是活在肉体当中 活在动物性的本能当中 为了自己的生存 这样生活的时候 心里特别痛 为什么我们不能 获得智慧呢 就算你没有办法 改变你的生活环境 但是也要看到 你敬畏神的那种动向 那种努力 那种意愿才是啊 意识当中没有觉醒 意识当中没有 对神的那种 渴慕和追求 所以他们也不尝试 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这种人生要到几时呢 这种被神咒诅 没有神恩典 活在虚妄当中的人生 要到几时呢 今天听见这个话的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要思考 我们的人生要到底怎么过 是要像这样叹息 谈话一线的人生这样过吗 匆匆忙忙的 充充实实的 过着一种虚妄的生活 一种忙碌 却没有价值 没有方向 没有意义的人生 像其他动物一样 本能性的生活 要到几时呢 上帝啊 求你回转 为你的仆人后悔 他们就悔改 求上帝 转 不要降怒于他们 不要因着他的愤怒 使我们的人生 变成虚妄 求你回转 失温 向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 早早保得你的财 就重新 不要向我们发怒 向我们施慈爱的意思 好叫我们一生欢喜快乐 前面是谈到一生的叹息 所惊夸的 这是愁苦 劳苦愁烦 现在呢 好叫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快乐 什么意思 因耶和华而欢喜快乐 不是因为自己摘了一个香蕉 捡了个松子 熬出一个土豆 这种动物性的 生物性的满足 获得了一点点的 眼前的迎头小利 就高兴得不得了 却头上自己 一生的虚妄 我们曾经用过这样的比喻 就是撒旦诱惑我们 当然这个 我们把不好的事情 总喜欢归给撒旦 我们自己追随自己的贪欲 就好比魔鬼 用那种玉米棒 用一根鱼杆 吊着一根玉米 然后放在猪前 不断地引用 那个猪只看见摆在他面前的玉米 他看不见后面这个操纵玉米的这个魔鬼 这个屠夫 然后就一步一步地引到这个猪 这个猪呢 盯着这个玉米 利益就一直追随 一直追 把他引到圈里 引到屠宰场 最终他的猪声就终结在那个屠夫的刀下 人生就是这样 撒旦曾经诱惑了夏娃 使他心眼迷糊 为了一时的利益 混淆了他的价值判断 结果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 亚当的悖逆 使全人类都陷入了黑暗当中 那今天所有的人类活着 就是这样的一个写照 我们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心眼 盲目 只是追随今世的快乐 今世的利益的人呢 不认神 不敬畏神 所看到的只是日光之下的 看不见那个永恒的 所以主耶稣来了 是让我们重新恢复 真正人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因着神 过一个一生一世 以他为乐的家的人生 求你照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我们受了那么多苦 和我们遭了那么多的年岁 求你也同样 使人给我们 曾经因着我们的愚昧 悖逆反叛 罪恶 无知 你降怒于我们受苦 今天我们回转归向你 求你也转来 使人给我们 让我们同样 在你面前享受这样的喜乐 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 求你向我们使人 让我们认识 看在你的作为和荣耀 好让我们更好的去敬拜 去侍奉你 最后呢 祈愿是 愿我们主的神的荣耀 归于我们身上 愿我们能够同得神的荣耀 愿你建立我们手中的工作 愿我们手中的工作 愿我们手中的工作 愿你建立 我们手中的侍奉 我们因着爱你 所有曾经那些是被咒诅的 如同抓住的 如同那个 本墓前祭拜死人的那个 本烧纸壁的灰 我们以为是钱 抓来全是灰 虚空 我小的时候 我父母是山东 我小的时候 就成长的时候 经常听这个母亲 给我讲一些故事 讲一些曾经在山东 一些老人 或者他们那个年代 发生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灵异事件 有一些人 这个 怎么怎么的 我们就不讲 那个人的条件了 他们就晚间 吃完饭回家等等 有一个人就走一路 经过一片坟地 然后就发现 有人在赌牌 他就跑过去凑热闹 好赌 赌来赌去 自己 把自己的钱输了 然后又赢了一些钱 赌着赌累了 就睡着了 早晨一醒来 发现自己在 坟营地里面睡觉 他就毛骨悚然 昨晚间 他跟他们赌的是什么人呢 发现他这个 他睡觉的旁边 堆着一堆那个纸灰 那个死人 这个 那个 鸣币 鸣币 烧的灰 什么意思 我听着这个事情 当时就当做这个 这个 灵异的事件 听了 神奇的故事 但是当现在回顾 很多时候 我们不要嘲笑那个人 我们的人生就这样 我们把些虚幻的事情 当做事实 我们被蒙蔽了 我们分不清什么是现实 我们给出的是 真的人民币 付出的是我的时间 心血 人生 一生 但是收回来的 却是那些虚妄的 我以为是 几亿元的大钞 实际上都是指挥 所以弟兄姊妹 你如何投资 你的人生 侍奉神 敬畏神 这是我们每一个 按照他形性样式 被造的人 首要 也是最重要的 义务 荣耀 尊荣和价值 无论你将来做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成为 敬拜神 认识神的人 无论你现在做什么 你在忙 但是你一定要心里 尊主为大 你仔细读圣经里面 那些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的人生的结局 和虚妄 你仔细观察 现在那些不认识人 他们的生活方式 和他们所追求的价值 和真正的义 看破红尘是好事 看破红尘 不会让我们躺平 看破红尘 让我们好好筹算思想 我现在到底应该 怎么样活 前破后继 有无数的人这样活了 中国人就有一种 随众心理 大家都这么活 大家都认黑为白 所以我们这样做 就是合理的 就是对的 人家都这么活 我为什么活得灵灵 No 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需要 众人都醉 我独醒的这种精神 对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没有必要随从大流 随从大众 吃喝拉撒 努力生活 是大家都一样 人作为人 共同的 但是你为什么而活 你将你的人生的目标定在什么 作为终极的幸福和快乐 你到底要活出怎样的人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今天来了教会 听了神的话 特别是有这样 注重本质的牧师 给你把话讲明白 你能够听见这样的话 本身就是神对你的恩典和爱 希望你能够不被那些稀里糊涂的福音的解释 福音讲到蒙蔽 以为那就是基督教核心 让你知道福音的本质 有机会 有机会明白真理 但是你要不这样活 那就我们是何等的悖逆 何等的愚昧 何等的悲惨 明明知道 却不去这样活 这样的人生是更加虚妄的 比不知道去做 还要悲惨 所以弟兄姐妹 90篇是非常著名的视频 我们喜欢背的也是 我们一生的年日 70岁 强壮的不过80岁 但我净夸的劳苦出发 转眼成功 便如愿飞去 如果只是背这个 这个就悲观厌世了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悲观呢 是因为前面的罪 神的愤怒 所以我们后面要说 谁能晓得你的怒气 和诠释 谁能敬畏 照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开始悔改 追向神 照着神该受的敬畏 去敬畏他 爱他爱他 这样的话 我们数算自己的人生 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 在神的面前去 安排计划我们的人生 我所有的重点 都应该去 侍奉神才是 追求认识神才是 那你追求认识 你说我以神为中心 那你如何去追求认神呢 在教会的礼拜上 如何对待礼拜呢 抓住每一次礼拜神 认识神的机会 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盼望弟兄姊妹 让我们能够真正 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们得到智慧 让我们余下的 虽然不知道 能活多长时间的 那些时光 不是成为转眼成空 所夸的 只不过是劳苦抽烦 这句话 对于现代人更加士气 这么卷的时代 这么疲累的时代 难道我们只是这样 不断地去勉强地应付 每一天的重担 去击满我们 寿数的这样的岁月吗 不应该讲 应该发出挑战 回应神的话 主啊 我要为你而活 你喜悦的旨意告诉我 让我能够心里尊你为大 学习也好 工作也好 任何的时候 我心里面 应该让主在我心中做主 爱他 所有的努力的方向 都是要在他面前 讨他喜悦 这样的人生 我盼望 我们敞开教会 中文部的 每位弟兄姊妹 包括那些 听见这个话的 所有的圣徒 能够过这样的人生 这也是神 透过这个经文 向我们发出的护照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 一起来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